这个地方比较特别的地方 这个是两倍 那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编长为多少 只知道这个圆是75半直径部分 所以呢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我们来画个圆 那圆的直径 所以我们来多打个D好了 DEnter 75Enter 那再来就是说我怎么去 表现出一个两倍 就是2比1的这样的一个 一条线那这部分的话呢 因为我不知道说他的角度的话 我们前面用过那个极坐标了 不过我现在也不知道他的角度 而且这地方也没有 没有一个标注一个角度给我们 所以这个时候呢 各位可以利用 这边之前没有讲过 有个所谓的建构线 那这边建构线 这边有显示出一些相关的说明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什么叫做建构线 其实这个建构线 它是一个什么呢 这边有个简单的说明 这是一条无线长的线 那所谓无线长 就是其实就是无边境的 反正他就其实他的主要的用途 就是一个辅助线 那这个辅助线里面可以做哪些动作 其实比如说我今天要画一个是2比1的一个 一个线的话那我可以先用一个x line 这个x line的话我可以不需要 比如说第一点从这边 第二点的话呢我要在哪里 那你可以下一个指令 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的我不知道这一条线要怎么跑 那我可以啊 这边给他一个指令 就是x x之后的话呢 那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给他一个2 然后再一个逗点1 2逗点1之后的话 你按enter 各位可以发现 这一条线呢 就会循着我们 我刚刚讲过x 就是说以这一点当中心点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打一个x x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在哪里 2的意思就是x部分是2 2点1的话是y是1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自动帮我画一条辅助线 那有这一条辅助线之后呢 我们要画出的那个矩形就非常简单 因为有这个辅助线之后呢 那我的起点就在这里 终点的话呢 就在这里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按空白键之后 再把这一条线呢 x line其实就是一条辅助线 那这条辅助线呢 我就可以把它删除掉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标注一下线性 比如说从这个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的这个 它的 这个这个这个长度是 67.08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的高度 我们来看一下 OK 答案对不对 没错 不过呢 顺便讲一下 就是说 那如果说标注的时候 标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原来是标的是这个尺寸 那如果说我今天也要标 跟那个 范例37 31这上面 看到的是H跟LH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动作 前面好像有讲过 你可以选它一下 有没有 那这边有没有一个编辑 如果没有编辑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修改 修改物件里面的话 会找到有一个叫文字的 就是针对文字里面做编辑 你可以按编辑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它就会让你可以去修改它 那你直接输入一个2 直接把旧的删掉之后按一个2H 之后的话特别注意 不是按Enter 是按确定 确定之后它会把我们刚刚的这个文字套用上去的 这边也是一样 你再点一下 再按一输入一个H 然后把旧的删除之后再按一个确定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标注我们要的一个样式 OK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主要是了解这一条建构线的用法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比较容易出问题是 你先点一下中心点之后 之后的那个指令是小老鼠2 斗点1 比较